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雪的副总裁曾说过 我们是艺术家 我们是工匠 我们是技术专家 我们是作家 我们是诗人 虽然游戏很早都被称为第九艺术 但也没有几个公司能真正担得上艺术家和诗人的头衔 而暴雪就是其中之一 记忆造就了情怀 情怀沉淀成信仰 暴雪也逐渐成为玩家心中的一块金子高 但近几年 这个庞大的帝国却似乎盛极而衰 昏昭平复 曾经的暴雪玩家众生度异常之高 留记的16年的魔兽世界大电影《全球》一片萧条之际 唯有中国玩家将其变成了异常狂欢 全球4.8亿美元的票房中中国地区贡献2.21亿之多 但在现在 这批最忠诚的玩家也逐渐放下了对暴雪的信仰 而这与暴雪的所作所为也脱不了干系 在前暴雪时代 虽然偶尔也会有玩家抱怨游戏环境不过令人满意 但总体上还是一片和谐的 可从卢氏传说开始 不满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 版本的更新快 卡牌超模 天梯僵化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而在守望先锋之中 游戏许多问题更多的表现在新英雄更新慢 内容单一 环境恶劣 这种问题已经存在了许久 却迟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再来看看风暴英雄 玩家们一直相信的风暴要火 暴雪会持续运营自己的游戏 而不是抛弃他们 无论盈利与否 暴雪会一直为那些喜爱游戏的人延长游戏寿命 暗黑2便是很好的例子 在18年之后 仍有一批骨灰玩家会上线砍怪 也仍有一批工作人员会去维护服务器 但如今 暴雪停掉了风暴英雄的职业联赛 以及抽掉走了部分的开发人员 这种做法让所有热爱这款游戏的玩家手足无措 他们甚至无法相信暴雪会出此下策 此时的暴雪已经不再像从前一般 善于蜻蜓玩家们的生活 虽然在游戏的运营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但对于当时的暴雪来说 其实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毕竟有着魔兽 行地 暗黑 三个宇宙级IP在这里 吃劳本也够了 但是谁也想不到的是 暴雪能做出自毁城墙的操作 在2018年的暴雪加年华上 作为压轴登场的暗黑不朽 一经亮相就引来了一片虚声 而维亚特Chin的一句 你们没有手机吗 无异于火上浇油 看他的表情 我想他对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定感觉到非常的迷惑 很显然 暴雪不知道自己的粉丝 真正想到东西 或者他们知道 但决定无事 而跳标到2020年初的魔兽争霸 同志版更是将这种不满推上了顶峰 随便打开一个论坛 玩家们的抱怨与责骂依旧不绝于而 暴雪承诺了重新建模的角色与动画 焕然一新的地图与战役 全新剩计的界面与地图编辑器 高清呈现四天的分辨率 画出一张令玩家垂涎欲滴的大饼 结果做出来不好吃不说 面都没蒸熟 M站的玩家评分 直接给了个0.5 名列倒数 暴雪一直被认为是玩家们的伙伴 但如今这种被伙伴所背叛的感觉 想必不大好受 而我不禁要问 这个已经让人越发越陌生的暴雪 可能那一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在之前流放之路XL Con上 暴雪北方创始人 戴维·布雷维克 爱里希·谢佛 和马克思·谢佛 接受了PC Gamer的采访 谈到了有关暴雪近年来的发展与现状 暴雪的改变不是异点 而是完全的转变 布雷维克表示 暴雪的文化价值变了 在继暗黑破坏神 魔术争霸 经济争霸成功之后 原创性的工作越发难以展开 而公司的官僚主义也愈发盛行 马克思·谢佛说道 我们留在暴雪是无法生存的 怎样会逼疯我们 因为我们只是想组建一个团队 做我们想做的游戏 早期的暴雪这是可行的 但作为一个娱乐帝国的暴雪 这无法做到 曾经的动势是动势 暴雪是暴雪 这两家公司自称体系互不干预 但自从维望迪收购了动势 又收购了暴雪之后 强行加两家公司 合并成动势暴雪 虽然当时暴雪高层表示 不会受到动势高层的任何影响 但慢慢的 暴雪已经不由自主的产生了一些改变 当两股不同的创作理念碰撞到一起 势必会分出个主次 很遗憾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是动势力 16年的泰坦项目取消时 就有消息传出 泰坦的陨落受到了资本的影响 而一个投资周期过长 回报期望又不明亮的项目 很难让角色层对它保持信心 虽然从商人的角度来说 这个决断无可厚非 但也不应该忘记 曾经的暴雪 也就是靠着一种反商业模式的匠心 靠着对作品的一次次打磨 一次次精益求精 才铸造了暴雪出品 必处精品的地方 而当暴雪走上了商业化后 它就变得和这个世界上其他公司一样 不再是那个一心做只有乐趣 激情的游戏和公司 梦想与热爱在资本的面前 总是显得如此无力 当传统的暴雪模式 无法满足资本所需要的短期效益之时 有人选择了妥协 也有人选择了兼职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陆陆续续的见证了多位功勋老臣的离职 而他们本应该是暴雪精神的中流砥柱 现代的暴雪 软如大海上漂流的Texus之船一般 从里到外已经彻彻底底 不是当年 那个让玩家高呼信仰的暴雪 它变得不愿意好好的琢磨游戏 来满足玩家 而是银河市场 紧跟风向 迫切的想打造一个新的商业帝国 对于如今的暴雪来讲 游戏不只是艺术 它更多成分是一款商品而已 在19年的暴雪将将滑中 开场暗黑快神四的公布 让暴雪的股价瞬间拉上了1美元左右 最高达到了57.43美元 不知道如今的新的暴雪高层 看到这一情况会有何感想 先不说方向是否正确 他们确实努力的想要带领暴雪走进新的时代 但没想到玩家最买账的还是曾经的暴雪 很少游戏公司能拥有数目如此庞大的死中粉丝 这是暴雪最不够的暴雪 暴雪的财富 也是他们多年努力经营的最好回报 但不得不说 大人是来变了 如今的游戏界已经和20年前大不相同 曾经的暴雪娱乐只是一家单级游戏制的公司 而在2019年的今天 这张手机市场都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游戏市场环境 用天翻地覆来形容 毫不夸张 暴雪是一家慢工出系货的游戏公司 暴雪出品 必数精品 曾被所有暴雪粉丝挂在嘴边 可随着暴雪对于旗下IP酝酿时间的越久 肩上所背的包袱就越沉重 如今的老三样在经过了多年的神耕已经略显皮态 世界观 一般剧情 角色随着时间的线的推移越走越沉重 过高的操作门槛也让新玩家望而却步 如今越来越多的玩家吐槽暴雪吃书的行为 但仔细想想 一款创作于十几年前的游戏 有谁能又在当年就将十几年后的故事考虑进去 卢士传说 守望先锋 或许这就是未来暴雪方向的体现 一边稳定老玩家 一边在争取新玩家 但暴雪太急于打开新玩家的市场了 而这批新员工 显然在这件事情上没什么经验 不自卖的太大 终于惹了重度 不禁新玩家没吸引到 还是搞得老玩家怒火中烧 19年的暴雪嘉年华 相较于18年 简直是打了个翻身仗 暴雪的口碑也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 但没想到的是 姗姗来迟的魔兽争霸 重制版又将一切打回了原形 其实玩家们的期望非常简单 他们只是想玩到暴雪出品的精品游戏 如果暴雪可以少点浮躁不复所望 玩家们自然也会回应暴雪最热情的拥抱 魔丹是成长的必经环节 没有什么公司是一帆风顺的 暴雪也不例外 最重要的是 在过往里能学到什么 能让未来继承什么 改变的结果很难预料 但改变本身或许是正确的 如今的暴雪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 是就此泯然众人 或者知之死地而后生 过程不得而知 但至少我们是希望暴雪能够重拾 往期辉煌 毕竟世界上做游戏的公司有无数个 但名为暴雪的 只此一家 最后抖个机灵 魔兽世界 肝脏硬化 兴起争霸 实力变差 守望前锋 一堆外挂 卢如传说 环境固化 迪亚波罗 手又挨骂 要说暴雪什么好玩 还是风暴 好玩到啥 最后的最后呢 再求一波素质三连 观众速写演攻防 我们聊点更有料的 我是本期的解说 我们下期再见